看到的是乌军表示已经在盾内刺客内的重要物流枢纽利曼包围大约是五千名的俄罗斯军队 只可以看见乌克兰士兵爬上了俄军的战车奋力挥舞国旗象征收复国土 那么乌克兰双方也证实乌军已经夺回了利曼 而这也代表普京才刚宣布吞并盾内刺客就马上失去了该州重要城市的控制权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